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打发是什么 别跳了 你哪不跳了呢 这刚开始 高原 受伤住院了 今天就别跳了 今天一天 听着娱乐 不 老丁 你那意思 今天就当高原的哀悼日过了呗 我提死你 干什么 瞎为跳 你怎么说话呢你 你是不是人呢你 你那肚子里长的是人心吗你 我告诉你 高原肯定能治好 你急啥眼呢 我也没说治不好啊 你再瞎说 再瞎说我跟你说 我削扁了你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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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 我错了 我不说了也不行 不说了 嘴怎么那么欠呢你 上一边去 老丁啊 高原现在咋样了 是啊 有信没呢 还有啥信啊 还有信 那老大警驾子 老高了 老沉了 咔嚓 就这一下子 咋哪哪蛇呀 这门太蛇了 你该等多少了 我告诉你啊 你忘了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你要真动手 你必须能打过我 你知道不 我让着你 我告诉你啊 杀鸡烟用宰牛的 怎么了 姐妹们 李大牙这人损不损 损 怎么办 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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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说 我让你受伤 危不先 護士 大概什么时候才能洗过 病人刚从手术室推出来 麻药卷还没过呢 一会儿就醒了 那什么也能给我张张床吧 晚上我睡不觉 你小点声 病人需要安静 没事的人都出去吧 去出镜 护理吗在这儿 别吵你 你不是给你找我 谢谢你啊 护士 姐 你也别太难过了 妈 护士不是说了吗 麻药劲过了 有会儿就行了 我妈 护士姐 你可不能告诉大娘了 她本来身体就不好 一着急她再病倒了 可砸诊哪 我你看我 我看你的 你不得带我 你不会去哪儿 我必须没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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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带我 这儿 我乱出镜 哪儿 就是我 我逼你 是不是你昨晚没睡好呢 也有可能 那个对了 桂车啊 我给你啊 买了两床新被褥 我和你爸合计 过两天给你送过去 留着你们俩铁会用 大娘 我妈来着 那个 我桂车姐那边忙着呢 我一会儿让她给你打过去 这 我一会儿 姐 您大来了 他在里边 陪柜车让我叫他叫 你小姐小姐去医院 你干干干干干 大山你干啥呀 你这种孩子喊啥呀 你去去去忙吧 怎么了 怎么了 大山你怎么心这么大呢 你咋才来呢 高原伤成这样你不害怕呀 我怕啥我怕呀 什么事我害怕呀 你写过啥在这儿啊 多大个事你真喜欢我来呀 刚才我都打听了 没啥事不是动完手术了吗 伤筋动骨一百天 养一百天就好了 你和你这臭咋唬呀 马大山我早就说过 你这个人就是没心没肺呀 高原伤了哪儿了 你知道不知道 伤着脊椎苦了 你知不知道啊 你这是一般骨头啊 别说了 不是一个骨头吗 谁没骨头啊 不想把我骨头给他一件去 能咋的你是你 哎呀多大个事 不就骨头吗 你呀我告诉你说 天才有 我都知道你啥意思 不就办法钱吗 这钱我花 他住院这钱都由我来负责 行不行 我今天就给你拿两块 行不行 你先花了 妈 这个渣户啊多大个事 哎呀 马大山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你有钱是不是 啊 高原现在是做完手术 你知不知道他的严重性啊 据我掌握的这位医学知识 高原很可能伤着神经啊 如果真的是伤着神经 他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 一辈子就瘫痪了 知不知道啊 有这么严重吗 真要是这么严重的话 这钱你抱着哭去吧 妈 叔 他这是干啥呢 一来就吵着我 这高原哥还没醒呢 你俩就别跟着填乱了 行不行啊 你回来吧 你没听个孩子说呀 高原没醒呢 等着等着 你俩咋来了呢 叔啊想你了 来看看你 看完了 那 走啊 走啊 烧带脚脑的事 跟你说说 我就直接跟你俩都有事 啥事说吧 叔啊 是这样 高原不住院了吗 我俩行的去看一看 都相立相亲了 你看一看 你说我俩也不能空手 我去看你了 怎么还得随着三千五千的呢 谁多了 三千五千的 你看 哥 你们跟高原 有那么大货码吗 你们 不是这么个事吗 叔 就是我们这边有企业嘛 哪太少不合适 对 不能太宅面了 是 那又随了 你看 你看 叔 那随碗我们咋整了 开店钱都没了 你说还要拿啥提 不是 你俩还真行的 开店钱都没了 还随个三千五千呢 他主要是这事儿叔 这不跟我们董事长的身份 比较匹配吗 这钱 倒驴不能倒架 那行 那你俩就受驴来硬使去吧 行 行 叔啊 我看你是有顾虑 你放心 我俩不是管你借下来了 更不是来管你要下来了 那你俩干啥来呢 我俩行司 跟你这儿 设大东西 借点货 没有啊 我超市从来不设过 别弄我设 你那小黑板里面 不都是设账的呢 记得 小黑板看他们写着嘛 方便面 两袋 牛奶 一盒 知道吗 小数目 可以设 你俩设多少吗 不多 几百块钱 挣完钱就还 叔啊 你是怕我俩横门上是咋的 我们就算人跑了 那企业不还在呢吗 你担心啥呀 叔啊 我是这么觉着的 您呢 是村里的领导尔目 是不是 领导尔目 就有责任和义务 带领我们老百姓支持 你说我呢 现在 正需要您的帮助 您应该伸出援手 扶持扶持哦 俩要要办的 行 也是 您说 哥 要是谁都遇到困难 把他抖上数字来设账来 数字小店 几天就给设货了 你看 是 不行拉抖吧 是啊 拉抖吧 哎 哥 那个 咱们现在还选葱导尔目 还是林选吧 对啊 那下回说 在候选人名单里的话 不行 也拉抖吧 对 别别别 干啥嘛 这老头好 热乎乎咋就走了呢 再说你说你熟 熟平时 对你俩咋样呢 不就是摄点东西吗 谢谢 摄了 我说啥来着 我就说叔讲究 跟你说干部魄力绝对够 叔 就冲你这儿了 你还能再省 至少得省啊 省得到 行啊 先说 叔啊 但是我有言在心 必须给我写个欠条 欠条让我写明文文文的 不过这钱还不上 就拿你收口店做底啊 不行 那收口店一万多块钱开的 你这不提不着呢 行了 叔 说啥呢 咱那慢慢开下来 这不就能挣钱吗 这点钱算了 还发房门上 也 也行 也 也行 哥 您来签 不是 咋又我签呢 您签不行啊 您是董事长呢 合同的您来签呢 您说是不是这个意思 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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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请 请 这家 老母现在出去了 当上董事长之后 这 别人跟你说话又不一样了 你看你这麻仔 一嘴一个黏黏的 黑眼 叔 我不是麻仔 我是总经理 卫哥 是这呢 你咋说我在这儿呢 是 这 我刚才在这儿溜达 我看你特别要停的 这啥呀 我刚想跟你说 上回都说好 给一千块钱 才给五百块钱 少点吧 不是你干成了吗 我就给你一千的 我给你五百多多 那你不能这么说 卫月 咱那事先说好这事呢 你不能 反光了吗 那不 好什么好啊 下回再说 你这一回还没说完 你下回啥时候 你不闭嘴 不是那你 咱得说这事 美女 啥指示 博文 请我包着那个人 怎么处理的 那个 我送公安局去了 我让他们把那小子 给抓了 他就给抓了 吃牛的吗你 那公安局是你家开的呀 这话说 谁家开呢嘛 我都认识 一句话的事 那 不用让我录什么 笔录什么的吗 不用 那都不是事 我都安排完了 好 那好了 再见 就怪你 你就酒吧 我就吃东西 我也没说话呀 卫哥 一百块钱太少了 买单的 我吃了 小伙伴 回来了啊 等我呢 高原怎么样了 手术是成功了 情况不太好 腰椎骨有一截 粉碎性骨折 腰椎 长细碎啊 啥细碎啊 人大夫说 只要是 练三块以上 就是粉碎性骨折 干嘛呀 不是 那我迈古猪猪我知道 那腰椎它多大一块啊 舌了三段啊 你说这高原也太不结实了 你那手电呢 什么呀 我出去一趟 出去干啥呢 回来没跟你说 你给我找着 什么玩意回来跟我说 你三个半夜你出去 真我能放心吗 贵真儿 我让我上村里 跟大家都说一声 高原受伤那事 真别给老厨说 他一旦要是传到高原娘的话 怕老太太就受不了了 贵真儿说得对呀 真是个好玩家的啊 那这样吧 我跟你一块去 咱俩分头通知 这样能节省点时间 行咱俩一块走过 快点 你先走 我去拿手电去 妈 等着你啊 你继续 大哥 你千万不能有事啊 你不答应过我 你答应过我 你要照顾我一辈子的 不能说话不算数 你答应过我 你看你现在这样 你想问我怎么办吗 你想问我怎么办吗 我怎么办呢 我看你 就你不答应过我 你对我 你对自己很好 我让孙爷说些话 你问我 连家都不会 搬到一堂去住 你吃了那么多的苦 都是为了我 我真能信你 我再不拥有 再不当你 等你醒了 我当然就结婚了 大哥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大哥 我愿意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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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 你醒了吗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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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医生你想要 叫医生 叔 叔 我大哥醒了 醒了 来来来来 快去找医生快点 小阿姨 大夫 哥 哥元啊 你可算醒了 你可把我们挤坏了你啊 我刚才让你请架子砸了 对 让架子砸了 那想把你砸的呀 老天说呀 你那脊椎呀 这 元啊 没事 大夫说了 你就是伤着肌肉了 啊 另外那骨头呢是有点损伤 但你这体格没啥问题 伤筋动骨一百天 你好好痒痒啊 这三个月以后 你又是一条好汉 啊 就算是骨头有点问题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都能换哪 啊 我我跟你马叔的骨头 实在不行就都换给你 没事 是行 没事换 马叔给骨头给你 快让一下 那个医师要给那个患者做下检查 好好好 大夫 我大夫就醒了 是不是就没事了 等我检查完了 去办公室再说 请飞回一下啊 我发现你呀 就会是你说什么话 哎 你把高雅的病 说得那么精通 哎 跟谁 哎 我老天你的人我算扶你了 你扶啥 你扶啥扶啊 我不得这么说吗 高原病成这样 你能让他自己知道啊 知道他受得了啊 说 别说了 大夫啊 我大哥到底咋样了 是这样 刚才我分别测试了 患者腰部以下的 几大反噬区域 几乎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目前患者的情况看 情况不是很好 不是那是 不是手术做得挺好吗 不说吗 哪回事呢 数前我就跟你们讲过 患者脊椎受到纵创时 聚骨骨链 脊椎受到损伤 我们这个手术 只是 把那个脊椎的口 护送一下 让脊椎里的神经力 慢慢地恢复 但是手术 不能完全恢复神经 那什么意思呢 大夫啊 你说这玩意太专业 我们也听不懂了 你说简单一点 这么说吧 患者下半身 能不能恢复直觉 还要靠着自己 现在脊椎损伤神经的治疗 是世界性难题 我们现在的唯一办法 只能是用 神经营养药物力 来帮助其忙 不是你说那意思 我听明白了 因为你说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再给他换个神经 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差钱吧 钱也没问题 马大山 别让人瞎摆出来 是换神经 你啥时候听说我换神经呢 谁瞎摆出来 你懂啥呀 我问大夫呢 你啥也不懂 你跟你瞎说是那个 他说得对 现在那个世界临床史上呢 还没有换神经的先例 不过以后 医学发达以后 有可能有 大夫 那我大哥 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也不是完全没希望 就现在的临床预料案例中 要想完全恢复神经 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 你们作为家属的 也要有心理准备 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这别人苦 归珍啊 姐 归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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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太对不起你了 归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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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别太难过了 你别想大夫不说 你帮哥一天也好 孩子 你得坚强起来啊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但是你得控制住啊 归珍 你呀千万又坚强起来 好不好 那什么 高友还等着你照顾他 我跟你一起照顾他 好不好 叔 叔 我 我您好想怎么办啊 大哥 你倒是知道他是这样 他能受得了 归珍啊 有句话我必须得跟你说 你心里难受 你一定要憋在心里 你到病房里 你可不能让高原看出来啊 咱得鼓励他 让他树立信心啊 对 你说高原要知道他这个病 就他那个性格 他都不能活呀 那什么 咱们谁也不能说 你别说我不说 老贼咱不能说 听没有 你以后他说听不听听 好 你看 我知道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这高原哥受伤了 除了郭真杰以外 最伤心的人就是你 可你得明白 很多事情 都是无法预知的 这件事情就是个意外 我知道 可这都是我的错 我没连接大火 更没连接高原哥了 我还敢知道吗 你现在这样 我心里比你还难受 咱们遇到什么事情 应该是勇敢地去面对 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和处理的方法 你别说了 我问过医生了 医生说 高原哥这回伤得很严重 手术成功的几率也很小 这都是我的错 这都是我害了他 你别老这么说 高原哥已经这样了 你自责有啥用呢 喂田叔 好人哪 高原他醒了 他怎么样呀 情况不太好啊 高原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说咋说的 这叔叔 高远哥 很可能永远站不进来了 还得介绍你 大夫咋说的 大夫说 说你没事 就是伤着腰了 你只要好好配合治疗 用不了多长时间 咱就出院了 是吧 是 我知道 可我这下班俩身子 跟灌了牵似的 可沉了 而且 一点直觉都没有 那没事吧 这就是麻药 这不是刚做完手术吗 麻药劲没过呢 等麻药劲过了就好了 对 慢慢就好了 高原这孩子小时候他就健康 我就洗过他这劲 慢慢就好啊 听没呀 鬼池啊 我躺着他难受了 扶我坐起来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啊 高原你得听话呀 这刚做完手术咋能做起来呢 这是万一再伤着骨头 这手术不白做了吗 对 你不能起来 你田叔腰他就坏过 他有经验 没事 你现在你可不能做着呀 听没呀 听大夫的 田叔 那猪二咋样了 他没事吧 猪二啊 是多亏了你 他一点事没有 就是胳膊上有点小伤 两天就好了 你说高原啊 你说你都这样了 你咋还惦记他干啥呀 你说这孩子就是 大哥哥 你自己好好养着 那猪二没啥事 你要不放心 那一会儿我帮你看看去 行不 好好 叔叔 来 教你呢 快看 叔叔 叔叔 叔你的 这个转警队不行啊 那个白队长 他不太专业 对那种设备也不熟悉 实在不行 就换个钻警队吧 换换换 马叔回去就换 没有 老师 你好会呀 你别操机背诗好不好 叔叔 看这是早点了 可以 来来来来 你马叔啊 这这感冒了 你先出去 你先出去啊 那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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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为我担心 不担心 天叔 浩然呢 浩然一直在这儿呢 刚才 这不嘛 这村里不能没人哪 他就回去了 那你跟他说 别跟我着急上火 我没啥大事 不上火 不上火 都不上火 行了 这这屋子啊 别憋着吧 我出去透透气 你们聊啊 大哥 叔他们都心疼你了 没事啊 累死了 还累了 别让我跑起家啊 来 喝点水 这点渴了吧 金峰 你说 这纸里能包得住户啊 包不住也得包过 那高原娘要是知道高原咋那么严重 那不得急死 不是关键这瞒到啥时候是个头啊你 我看嘛 用了多长时间 高原娘肯定值得这事 能瞒一天是一天 要不咋整个 你就是医院 金峰 我感觉啊 这索好然呢 这回要出事了 哎呀 出啥事啊 你别瞎说 瞎说 那我给你分一分啊 是不是离开打警这事 是不是索好然提 让干部店钱打起 是不是索好然提 马大山拿钱打起 虽然不是索好然提 但是不是他支持和答应 啊 我都问周快乐啊 田医书记对这事 那是大发雷铁 这回索好然肯定我还敢 哎呀 你就别瞎分析 不是我在这瞎分析 我是觉得我通过分析 我明白一个道理 啥道理啊 哎呀 基层干部嘛 难干的 我 干不了你 哎呀 你终于有这觉悟了 但是 如果真让我干 肯定出不了这么大事 做饭去 我不吃了 我吃 哎 我这 你再吃 这再吃到第四顿了 心可这么大呢 哎 我知道了 哎呀 吃不饭了吗 师傅 哎呀 哎呀 陈姐 来了粉啊 哎 来来来 你进来坐进来坐 嗯 坐这儿 那啥 那个刚才大山来电话了 他说高原那个腿吧 好像站不起来了 你说咋整啊 咋整 我哪知道咋整啊 这高原都站不起来要瘫了 你们这时候着急了 你们早干啥了 不是 大娟你就先别说我了 我和大山吧 现在也懵了 你说高原要是高的 大山说他就得进去啊 听谁说的呀 他自己分析的 哎 你说咱们从小就在一块儿 这事你得帮帮我 等老田回来吧 你跟老田说说好话 你说你也知道 我家过日的 全高大山了 他要是进去的话 我跟孩子这日子 也没法过了 别这么说小芬 我这也愁着呢 刚才老田来电话了 说这事得往镇上报去 这镇长要是知道了 老田那么好 也得给留下来 那你说该咋办呢 是我们这当女人的 我们哪知道咋整呢 别哭了啊 我作为一名曾干部 因为我自己工作上的失误 给高原格带来了一生的痛苦 我难辞请求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自己所能 来弥补我的过失 所以我不会选择逃避 我请求上级领导 给予我处分 我愿意承担 此事带来的所有后果 承担 走 你咋还起来了呢 妈 这都几点了 咱们喊我呢 睡过头了 你昨天晚上翻来覆去没睡好 我这不行 让你多睡一会儿嘛 睡啥睡 书记让我镇守村友会去 那村友会有啥手的 你赶紧再睡一会儿 不能睡了 你都多大岁数了 你去觉能行吗 你还欣欣小伙呢 赶紧上康睡去 这话叫你说的 人家书记让我去镇守村友会去 这时候不去的话 那主任应能 能顶住啊 那孙昊然惹的事 你顶啥呀 不许去 老弟呀 我是村干部 这个时候我必须得去 再说我得注意自己形象 这是书记的重托呀 你不吃早饭了 我给你炖豆角 都来不吃了 来不及了 你不吃饭能行吗 这一上午呢 不行 来不及了 这村子会要没有你还得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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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吃啊 这都是你的 不你是猴啊 那干啥呢 那干啥呢 你看你别叫猪二的 你叫猴二的 你咋样啊 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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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 疼啊 书记 疼啊 书记 疼什么疼 疼啊 书记 疼什么疼 别听话的 你看 这会吃了快三斤香蕉了 不是啊 真疼 哎呀 这胳膊都不敢动 哎呀 这胳膊都不敢动 哎呀 哎呀 你咋瞎瞎瞎什么呀 这香蕉不都让你自己扒的吗 哎呀 妈呀 甲副主持人 你俩说谎话了 不都你给我扒的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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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啊 嗯 我过来看看你啊 哎 另外我告诉你啊 那个医药费啊 村里边都已经交上了 你就安心地养病啊 真的呀 叔叔啊 哎呀 太谢谢叔叔了 哎呀 叔叔 我这个 算不算工伤啊 你这点小伤算什么工伤啊 还小伤 这都批了 这还 哎呀 还 朱二啊 刚才我打那儿大夫那儿 都问了 大夫说你这就是蛊猎 养几条就好了 蛊猎 蛊猎也不行啊 叔叔 那讲话来 那伤筋动骨一百天 那不容易好啊 哎呀 哎呀 慢慢养 不着急 啊 哎呀 对啊 你出来一下 我跟你说点工作的事 啊 哎 哎呀 好 慢慢养着啊 哎呀 好 哎 老贾呀 马拉都跟我说了 这个井架子倒的时候啊 根本就没砸到桌儿 是高原一把把桌儿推出去了 他这个伤是摔了一下 我也问大夫了 根本就没啥事 你说住院挺老贵的 让他回去呗 行 叔叔 你这事抱在我身上了 行行行 那你问问他 是不是有啥要求啊 你说 你看这刚才那 他那有啥要求啊 那就是想要点钱呗 哦 那要多少 那我跟他商量商量 行 哎呀 另外啊 你回杨家屯啊 给老百姓得解释解释 你这出事了 这个井呢肯定得停一下 什么时候打呢是 你回头再研究 好不好 行 那等着朱二一出院 我就回村儿的 好好好 那好 那就这样 那我回去了 我回了 真的后悔 本来可以想很多办法 帮助杨家屯的村民 让他们都负起来 我为什么非要打这口气 哪个杨枝肠上的 干得连个什么不行 你都能做呀 昊然 你别这么想 这件事本来就是个意外 这不是你们所有得了的 意外 我知道是意外 可这意外全是我自己造成的 你说 我为了什么呀 这到底是 我为了什么呀 这到底是 当时来应杰村 我就希望 我通过努力 不管是多少苦受多少罪 我能带大伙一起负起来 带他们过上他们想过的任务 现在不管我做多好 又有啥用呢 现在高原哥如果站不起来了 我这辈子都会心里过不去 如果他在医院里的人是我 不是高原哥该多好 你说的 老人 你什么都会想过呢 老人 你谁都不不认罪 你谁都不认罪 我就是他 你自己要做 你别的东西 他会想吧 上次 你才会想 让我搁二哥 周叔 花花 那个 看见浩然哥了吗 看见了 刚才在屋里收拾东西呢 完了我问她干啥 她说收拾收拾 收拾收拾 她去哪儿了 不知道 别包走了 拿拿拿拿拿 不是说 她走之前 有没有说什么话呀 没没有什么话呀 对了 她去书记留了一封信 信 你别动了 你让我看看啊 你看看你写着天气 行 行 你看一看 你不知道 花花花花 你跟她走了 是走的 她被你把我走了呀 不是 不是 boys说那意思 我是说 花花花花走了 就不回来了 咋不回来了呢 你咋揉揉她 怎没有为何不回来呀 我 我 还关机了 那找谁啊 我说 妈妈 你说吧 说 昊然哥可能走了 走了 去哪儿了 是这么回事 昨天晚上我来找他 我看见他写辞职报告信 这不我今天来找他 人就没了 你说这孩子 走也不分个时候呢 叔 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人都找不着了 你看他到底去哪儿了 行了 我抓紧时间回去一趟吧 你说咋说的 别问那么多了 不是 你这孩子跟我发啥脾气呀 老天 你干啥去了 我发财呀 上银行去了 把我一看卡里那一百二十六万全拿出来了 那样我都打在这个卡上了 这么样 这个密码呢是我老婆的生日 你老婆生日是多少 你不知道吗 你老婆生日我咋能知道 哎呀 这后他他是 七零零八二 不是 你这啥意思干啥 女 carriers一些别緊贵 出去去的 你怎么又就越来死�